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鲨鱼 很多人马上都会想到 鲨鱼长着锋利的牙齿 歪形尾 会攻击人类 那么鲨鱼还有哪些特征呢 鲨鱼还有哪些常见种类 所有的鲨鱼都是那么凶猛吗 这节课让我们一起来认识鲨鱼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鲨鱼属于软骨鱼缸 认识鲨鱼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软骨鱼缸的特征 软骨鱼缸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 内骨骼全部都是软骨 但是骨骼中间有大量的石灰质 来沉浸加固它的骨骼 第二 体背钝铃或者是光滑无铃 齐条是角质齐条 第三 头部每侧都有五到七个腮孔 分别开口于它的体外 第四 软骨鱼缸都属于是体内受精的 它的雄性的腹齐内侧有一个由齐角演化的交配器 第五 暖大而且数量少 生殖方式包括有暖生 暖胎生和胎生这三种 第六 软骨鱼内的肠都特别短 肠内有扩大消化吸收的螺旋瓣 第七 软骨鱼内的鼻孔位于头部负面 另外它们的尾都属于是歪形尾 软骨鱼内没有辩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记录片 还是在海洋馆中看到鲨鱼的时候 它们都是在不停地游动着 或者是成为鲨鱼属于软骨鱼缸 板塞亚缸 侧孔总目 也叫沙形总目 除了具有软骨鱼缸的特征以外 鲨鱼还有和其他软骨鱼类相区别的特征 比如它的腮孔 五到七对 分别是开口于体外 上合 不与脑胆愈合 眼和腮孔都是位于头部两侧 眼圆油泥 胸脐也是油泥的 不和它的体侧以及头侧愈合 身体通常呈纺垂形 沙形总目一共有八个目 我们首先来看六腮沙目 六腮沙目的鉴别特征为 腮裂六到七对 一个背齐 六腮沙目代表种类是扁头哈纳沙 属于六腮沙科 哈纳沙鼠 扁头哈纳沙有七对腮孔 身体通常呈灰褐色 散布着黑褐色的斑点 我国的黄海 我国的黄海 渤海和东海都能捕获到 为近海底七鱼类 以小型鱼类和甲鞘类为十 暖胎生 第二个目是虎沙目 鉴别特征为腮孔五对 背齐两个 前面各有一个短而粗的硬极 有臀齐 代表种类是虎沙科 虎沙鼠的宽纹虎沙和霞纹虎沙 宽纹虎沙身上有暗色的横纹 而且横纹比较宽 树木一般不超过二十条 多分布在山东沿海 及东海沿岸 暖生 霞纹虎沙的暗色横纹就比较窄 树木是超过二十条 分布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南部 以及印度尼西亚等等 第三个目是青沙目 青沙目的主要特征 同样是塞孔五队背齐两个 但是它的背齐没有硬刺 也有臀齐 没有顺膜和顺褶 没有鼻口钩 代表种类有青沙科的石人沙 两个背齐 第二个背齐和它的臀齐都非常小 尾柄细长 尾柄两侧 各有一侧的凸齐 尾齐是叉形 石人沙的口特别大 牙齿大 而建议一种老沙科的老沙就要温和多了 老沙科的腮裂特别宽大 腮爬密集 具有脚质的细腮爬 成为过滤的器官 该鱼的性情温和 主要滤食水中的浮游性的无脊椎动物和小型鱼类 个体比较大 体长可以达到10米以上 我国的江苏 浙江都有分布 青沙木还有一种特别好认的鱼 就是肠尾沙科的弧形肠尾沙 它的尾大于整个全肠的一半 成镰刀形 长长的尾巴就成为它攻击和防御的武器 长尾沙属于大洋性的表层鱼类 有时候会来到近海捕捉小型群游的鱼类 卵胎生 我国主要在黄海 东海和南海都有分布 第四个是须沙木 主要特征是背起两个 没有应急 有臀鳍 腮孔五对 有鼻口沟或者鼻孔开口在口内 前鼻半通常有一个鼻须 或者是它的喉侧 有皮须 眼睛没有损膜或者损褶 卵胎生或者胎生 代表种类有虚沙科的日本虚沙 头侧有皮须 体长可以达到一米左右 日本虚沙喜欢栖息在近海底层植物比较多的环境中 它的体色会随着外界环境而改变 有保护色和拟态 捕食鱼类和无脊椎动物 暖胎生 分布在我国南海 东海和黄海的东部 西沙木还有一种没有虚的鱼 就是精沙科的精沙 身体特别庞大 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20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它的体侧各有两条显著凸起的皮褶 口非常大 前外 牙齿细小而多 成圆锥形 腮裂宽大 具有角质腮耙 绿石性 以浮游甲鞘类 软体动物和小型鱼类为食 性情温和而无危害 广泛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 大西洋等温热带海区 我国沿海偶有捕获 第五个目是真沙目 真沙目的眼睛有损膜或者损褶 有两个背鳍 五对腮孔 没有应急 有豚鳍 代表种类有真沙科的黑印真沙 第二个背鳍和豚鳍是一样大 而且上下相对 上半部分有黑色 个体不大 一般体长一米左右 以鱼虾为实 沿海都有分布 真沙目最好认的就是双脊沙科 例如鹿氏双脊沙 它的头部向两侧突出 呈梯形 眼睛位于突出的两端 为外海凶猛的鱼类 体长一米左右 可以达到四米 主食鱼类和头足类 以及甲鞘类等 我国沿海都有产 前面的五个木都有豚鳍 后面的三个木就没有了 第六个木是角沙木 角沙木和其他前面的五个木相比 我们主要看它没有豚鳍 体型也是仿锤形 有两个背鳍 五对腮孔 所以当我们看到没有豚鳍的时候 首先判断就是角沙木 角沙木是小型和中小型底鳍 近海沙类 代表种类有角沙科的白斑角沙 两个背鳍前面也是有应急 它的真体两侧有白斑 为冷水性的底漆沙类 卵胎生 性情凶猛 主要吃小型的鱼类 我国产于黄渤海 以及东海北部 第七个木是巨沙木 主要特征是 它的稳成件状突出 两侧有锯齿 负面在它的鼻孔前方 有一对皮须 头平扁 眼睛位于背位 有顺膜 喷水孔大 背鳍两个 没有急 也没有吞鳍 我们看到它的稳 像个锯子一样就能认出来 代表种类是日本巨沙 沿海都有分布 沙型总木的最后一个木 也是非常好鉴别的 扁沙木 它和前面七个木相比 体型是平扁 口位于近前外 眼睛在上面 鼻孔也是位于它的前外 腮孔宽大 下半部分 腮孔从侧面转入到负面 胸臍扩大向头侧延伸 但是它的胸臍前缘 不连于它的头侧 这也是扁沙和摇的区别 代表种类有日本扁沙 栖息在近海的底层 行动非常迟缓 不善于游泳 常常把它的身体 埋入到泥沙里面 露出它的头部 等于还有甲鞘类 来到附近的时候 起来捕食 体长可以达到1.5米左右 暖胎生 黄海 渤海 以及东海都有产 通过对这些鲨鱼的介绍 我们了解了鲨鱼的特征 和主要种类 也了解到很多体型庞大的鲨鱼 性情非常温和 例如金鲨和老鲨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labilir 我还是请不吝点赞 请我们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